健身重訓的商機到底有多夯呢 最近在台灣很流行一種叫做EMS的運動 EMS是從歐美地區流行到台灣來的 它叫做電磁脈衝阻力訓練 這當中只要穿上一件特製的衣服 就可以達到非常驚人的爆汗效果 好像我已經穿上這整套的服裝 我覺得很有X散景的FU 現在就要開始訓練囉 好 現在呢 我一開始先從每個局部 去幫你做電流的輸出 觀眾朋友只要一直想像說 就是有不停的東西 一直在你身體的各個部位 然後一直敲打 輕輕敲打敲打敲打的感覺 然後不同的那個疼痛的感覺 加強腿後 有嗎 有有有有 內褲 臀部 有有有 好 預備 來 後腿 好 有有有有 因為現在呢 大部分人可能工作比較繁忙 他們能夠運動的時間其實是有限的 那我們用這套系統的 其實它可以在很短的時間裡面 達到一個訓練肌肉的一個方式 它就可以節省掉大部分的時間 OK 好 我覺得我已經流汗 你有看到嗎 好 加 加 助理 加 後面就跑了 再長一點 好像還可以喔 手會不自覺的抖耶 會 沒有10秒鐘來我們加速加速 加速 我自己加速 加快 加油 加油 這樣可以嗎 可以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心肺比較強囉 1 好啦 時間到 所以現在這個訓練到此為止就已經結束了 它每次訓練不會讓你超過20分鐘 但是聽說回去會痠痛3天 所以各位觀眾朋友 如果有興趣想要嘗試看看的話 可以來試試看 因為現在瘦身染指增肌減肥 好像是很多觀眾朋友最重要的使命對不對 記者 麥玉傑 陸耀東 我們在台北的採訪報到